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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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沒有經歷 那我們希望整個把它開發出來之後 讓這整塊 土地能夠更完成更漂亮 市場現在在推我們這個都更三件 裡面的一些假如 走都市更新的話相關的一些 我們的政府的政策的配合 其實都可以一視到位 來配合來做 針對整個氣質地區 還有其他一些整個 面狀的工業工具 我們會做一個整體的整體開發 做字幕志愿者的功能 好 因為它在那邊開 共榮性遊戲在那邊做 讓孩子可以來這裡玩更安全更好 用這樣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把它做解決 這剛才講到我們連外道路的部分 有一個中國國的連外道路 但是一直都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把他離活動中心的道路 這個道路又窄又倒 差不多五十多六十多 我建議說實際 把我的道路稍微偏波再拓開一點 我們現在做法就是 沒有納管的部分 只要是可以障礙可以排除 我們有另外的開口地方再進行 那個 污水下來的接管 我們針對金融股相關的一些 物帶的水股總共廢數 我們一個禮拜 大概排四天 針對漫天 針對突變的一個水股總也好 我們做做外面的一個清 很多我們以來 我們以來有些公共建設 或一些大型的公議 規規空間也好 我們所有的 如果是跟我們 有所適合的 來進出我們這陣子的 要跟我們一起做 那重點就在於說 如何分流 就是統統集中到我們 汐止市區的車流 一定要想辦法 讓它分散到 各個交流道上去 但是經過評估之後 跟高溫體協商之後 那我們改在 張江大橋上面 由康寧路這邊 接一隻腳上來 那蘇減大部分 由這個北側西側這邊 要下來 進入到市區裡面 然後原來的這股車流 把它截斷在這裡 然後進到 高速公路的這個 由國山轉國一的 這隻雜道裡面去 那實際上 只是我們成立了 西北市的一個 交通順暢跟 一片的一個小組 然後針對這些問題 來解決問題的 希望能夠打通這些瓶頸 另外在這個 關鍵路口 新台湖路跟大塘路口 我們做了三組的一個 最先進的 車流動向的一個監視器 那希望用科技的方法 引進了能夠有效的掌握 這個道路高中的環境 然後以及它的變化 然後把上行就立即能夠做回憶 也把它全線納入這個 新的一個 一個智能控制的一個範圍之內 然後讓這個系統呢 跟高速公路之間的一個連結 我想會更有效率 我想這個是 有關我們在地區都改善的一個 最近的一些做法 跟改一改 不管大學是要改 親中的一個 是要看什麼 有個是有 不過處理的 其他對於發 所有的在台前做的 昨天環保機等 一條被集中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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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把其中的 其他都沒有 因為都很強勢 沒有什麼 我們處理的 要站在台中間 沒有來一次 我就看 現在我們在台中一條一條 又是 我現在學得很好 跳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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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去把韓國動交接的一馬 那是一個比較全體性的舞蹈 還要做的還要做 但我沒有這個 我沒有這個 我沒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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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農事做的事情 會看 這件事不會太多 好 那一個就是 我的天生 我沒有什麼事 我一直有的 我需要不能吃 但是這麼好 這就是我